欢迎收看108年8月24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黄澜君 今天是周末面对白鹿台风直扑南台湾而来 高雄市政府将防灾应变中心提升为一级开设 一大早8点钟就召开了第一次的工作会议 市长韩国瑜除了要求各局处要上井发条 也透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高雄市各区的视讯会议 全盘掌握台风在各区的最新动态 一早8点钟高雄市长韩国瑜准时出现在 一级开设的台风灾害应变中心主持会议 透过视讯连线了解高雄市各区目前的状况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突然通知 要透过视讯和高雄通话了解防灾的进度 维生系统电力等等有停电或者其他什么灾害 跟院长报告一切正常 韩市长除了强调中央和地方能够一起联手防灾 非常有意义 面对白鹿台风高速向台湾来袭 也要求各个局处单位上井发条全力以赴 所以现在开始各单位各区公所全部进入防灾准备 这是真正的真功夫展示 也是市政府新团队就任以来 这八个月第一次台风真正的直接扑过来 所以我要求各单位当注意而未注意的 当小心为小心的当防范 未防范发生事情是不能原谅的 然后下跟陶冶器一样 目前一切都正常 OK 都在整备当中 好的上下进去 你们那边结果打雾又没办法看到你 加油 最近真的辛苦 和高雄市山区各个区长通话 掌握最新状况 韩市长也感谢国军弟兄的协助 并要求各局处全力防灾救灾 并且在台风远离之后迅速整理复原 要在星期一上班后带给市民干净整洁的市容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